各位同學,請在你們一份單子的最後一欄,空白那邊填上陽光檔台 然後我們的組員有徐勳全,還有賴神信,跟我,我叫郭德浩 我們使用的技術有Ajax,Google Map API,Microsoft PowerPoint,Troomweaver,Google Search 然後這大概是我們網頁架構 大家來看一下,這是我們首頁,最新消息這邊是有連,那個是有,是連接那個公路局那邊的一些,一些道路新聞之類的 所以可以,就是知道一些新興的,新的內部消息 然後這部消息是我們網頁裡面,內部消息是我們網頁裡面自己提供的一些,就是測速相機的那個地點 這是留言板 好,關於本站,我們所做的主題就是測速相機 那為了讓很多人,就例如說可能,剛開始騎車,比較不會注意交通透支,或是不會注意說,找不到一些相機在哪裡 那可能會有被拍,被拍照開罰單的危險 那我們會提供一些照片,讓你清楚的知道說,那些相機的所在地點跟位置 這是站長介紹,有三個人,就是我們三個人 然後右邊,是我的一路放牌,頂下去就可以寄E-mail給,給站長 好,好 呃,這是,因為製作測速相機,所以,就大概至少介紹一下相機的起源 那,就是讓大家知道說,其實很多人,就是有時候會聽到一些說法,就是測速相機什麼 有些沒有裝皮片什麼,可是其實,沒有這種說法,因為他們全都是數位式 這是他的相機的數位,他所採用的約定 好,這就是我們所做的各地的測速相機的照片 那,點進來之後,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,一些相機分別在,某一區的某一個路段的什麼位置 對,大概像這樣,像是很綠色的,他在那種,呃,旁邊都是,周圍都是什麼一些綠化的地方,就很難發現 這是我們用POPFLY做的測試,那你可以就是尋找,因為沒,因為其實有很多,有很多色物相機長的不太一樣 那,剛起車或是剛開車的一些新手,比較不會注意到這些東西 那你看到也不一定只要能視圖相機 這就是我們用GOOGLE MATTER應該做的,那裡面,裡面有很多相機實際位置的點,我們都已經有本當訊 這就是我們用GOOGLE MATTER應該做的,那裡面有很多相機實際位置的點,我們都已經有本當訊 然後我們所遭遇的困難是,有POPFLY的一些問題,因為不知道他接受的傳出跟傳送的傳出一些性質 所以,一開始在連接的時候,常常都會有失敗的問題 然後今天就是網絡的架構,就是我們在做這個主題的時候,在一些分枝上面,因為其實它可以分出來的一些分也不是非常的多 所以,就是在,我們在分類的時候,比較遇到一些問題 再來是GOOGLE MATTER的意外 呃,現在我們本來是想做,就是例如說,可能可以把search 就是可以讓使用者輸入之後,然後直接在路段裡面顯示 顯示,直接在那個GOOGLE MATTER裡面顯示出它的地點,然後一直標在那邊 然後使用者去點了之後出來,能夠在裡面出現一些詳細的一些資訊 還有它裡面的照片 對,然後可以讓你很清楚的知道,就是螢幕聊天 可是,因為不知道怎麼樣去,就是 就是,由網頁外部的那個輸入去跟路面的API做溝通 所以這部分做不出來 然後,未來展望是,希望能夠,就是在更加,增加更多 更多側租相機的地方 然後還有它實地的照片 當然照片,照片數量也會增加 這樣子才會更清楚的知道說,周遭是有哪些東西 然後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相機的位置 然後還有,就是剛剛所說的 我們可以用一些清單的方式來插入路段 你所調查的區域跟路段 這樣子可以更有效 還有各路段的線數線 跟我們留言板的功能 因為剛剛那個仔細電板 好,報告就說 謝謝